在Facebook裡面 隱私現在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說那個裝置驗證 還有他這個也有 一樣他有應用程式受選的 所以 待會你應該先看一件事情就是你在Facebook裡面到底 分享了哪些東西 比如說我們從這邊進來 Facebook 那我這台我想一下 這不是我的 這個小朋友 直直的 我把他登出 好我用我的進來 我的是不是直接進來了 可是這個是我已經有授權過的 那麼今天如果你在這邊要進來 不要記住 不要記住 他不熟 因为这1.0是我用虚拟的 所以不一样 他就发现说你这个有问题 而且如果你设了这个名称之后他也会自动 假设有人知道你账号密码 就随便给一个名字对不对 就进去了 但是你的信箱会收到信 说某某人在什么时候 用什么装置进到你的电脑 就是进到你的被付账号 我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账号被盗的经验 有吗 我的 陆络格上有分享 有分享一个那个这个 因为是亲身经历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那这个呢 这个是MSN的诈骗 新闻上应该看过不少次了吧 对不对 那 之前呢 有一个比较不是那么熟的 我们自然就不容易上当嘛 可是后来有一次 是很要好的 以前的一个社团的学长 因为已经移民了 去加拿大 突然回来我们会很高兴嘛 对不对 所以 你就会发现 MSN受骗的都是亲朋好友 不是那种陌生人 陌生人比较不会受骗 反正是亲朋好友 因为你觉得说这个我应该空过了 所以会像这样子 那 所以呢他就会一直要求你说要去买点数啊 然后他干嘛 反正他不管怎么样就是一直要你去买点数就对了 因为你买完了之后 只要把他的所谓的 你的那个点数的账号给他 那他就领走了 你就 中奖的这样 所以他不管怎么跟你讲 他就是一直要求你帮我买好不好 反正有很多理由 很多理由 那要求你去帮他买这样 所以有些人就会像这样上单 那另外一个 诈骗的 是在哪里 我在PC用买东西 有没有在PC用买过东西啊 所以 电视上也常常报导 常常会接到最有名就是以前的那个什么东升 购物有没有 就是像这样子 他就告诉你你哪一天 买了什么东西多少钱 他就会告诉你我不是诈骗份子 然后又你说我们什么东西弄错了 然后你要再去 亏款啊干嘛的 那个打给我的 他还特别告诉我 我们不小心帮你做的那个分歧 而且还是那个 一次是12个 一个月送一个到你家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我 要弄可以啊 可以 可是就是说 你今天 如果 不去做这个处理的话 那他以后你就是信用卡 因为我们用信用卡 刷的嘛 那所以你的信用卡就会多扣 而且 他会告诉你最厉害的是什么 他们会做一件事情 他会告诉你说你今天 是用哪一张信用卡 去刷的 他不问你卡号 他叫你把信用卡翻过来 上面不是都有客服电话吗 他就告诉你告诉我那个客服电话是多少 然后呢你知道吗 可能过五分钟之后他就说我先跟 银行那边 好我就跟他通知 叫他取消 然后就会有一个号称是 银行的专员打来 而且那个 显示号码就是你告诉我 因为现在显示号码可不可以 造假 可以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是 连这样的串通好了 所以 因为有时候会 有点开始怀疑 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像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那个专业很好玩 他就一直催我 赶快去那个 提款机有没有 然后你去办 那我本来去了 我有去 但是我查完 我不用运出 我就走了 结果他打电话说你有没有去 我说有啊 我看过 但是没有扣款 他说 那不对 那有问题 因为今天是扣款 他什么时候扣款不知道 要赶快再去 然后我就跟他讲 他就问我说你 你离那边多有 我说大概 10分钟吧 他说有那么远吗 应该才5分钟吧 那你赶快去 到那边不要走 等我打电话给你 结果就没有去啊 然后他就来一个着密联网 你有听过那个 银行会做着密联网 的吗 而且 扣完我不理他之后 才更好玩 改由那个 网路商店 又打电话来说 你怎么没有去那个网路 那个银行 说你没有去他要不管你的 要退件的 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很会掰 所以他很适合当演员 老实讲入错行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电视上 你这样去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有可能 对不对 可是就是说你只有真的当 因为那时候 容易受骗事情 那天真的很 很多事情要处理 已经很烦了 好那你有时候就 那个 警戒性就会降低 而且那是你确实消费过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还是要小心 这个是 一个实际的 所以我说为什么你的帐号要做一些保密 因为你不做这些 就很有问题 那么我们在这个Facebook里面 你要设定的话 一样 在所谓的隐私设定里面 你可以先从帐号设定进去 有没有这个密码 更新什么 那没关系 我们来看帐号保安 有看到了 好你看一下吧 有没有叫做安全浏览 这就是刚刚讲的SSL 就是登录的时候一定要有加密 就是说双方的沟通要加密 好那第2个要 看你 通关密语你看要不要做 好那么 我刚刚的就是用这个 你了解意思了吗 好刚刚就是这个 就是说你今天在一排没有用过的电脑的时候 你要把它命名一下 你才可以进来 不然的话我认为这应该是不合法的 当然 如果你这个再做起来 会更好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没有经过认可的 你不能去登录 好这个地方 你现在比如说你看像我现在有认可的装置就有这几个 好这样这样 那再来呢就是你那些应用程式 你的应用程式如果你要授权它使用的时候 会像刚刚Google一样产生一个那个密码 每一个应用程式的密码都不一样 那这样子会比较安全 好也比较安全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看一下 那么 这里呢 你曾经 授权过的应用程式有哪些 你可以从这里去看 好从这里去看 所以 事实上Facebook各位 因为太常用 所以你一定要会注意到这些保安 因为 我相信各位有很多比如说私人的照片 或朋友照片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 人有一些不当的言论会在上面 对不对 那这样就有问题 或者说有那个男女朋友的 悄悄话有没有 万一换了 男朋友或女朋友 你以后的那个裙子都在上面 事实上是很危险的 真的真的 所以不要什么东西都放上去 真的蛮危险的 那 您看这边有没有 我已经授权这 这几个有没有 所以我就可以像这样去用它 那这个网站是线上做什么 线上做那个 影片编辑的 所以如果今天 我要移除就直接移除 那我先连到他的网站给各位看一下 他是像这样 有没有现在很多不是都是 用Facebook上他登录吗 你就是会在这边 会授权那个Facebook去做 存取 他那个资料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今天用这个登录的话 那么 你记得 就是 万一这个已经不用了 请你记得要 到哪里 到你的Facebook里面 把这个应用程式把它弄掉 让您清楚了吗 所以其实Facebook部分 我相信各位你 可能很早进到他里看 你可以先进去看看 到底你 授权了哪些应用程式进去 好吧 你有去 我是 myself 我 操 我 摸